哈喽宝子们,我是喜欢练习蔬菜的三三 今天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个一年四季 随时随地只需要几天就能种出来蔬菜的方法 非常适合新手宝宝 也很适合拿来做亲子观察游戏 那就是种芽苗菜 一点难度都没有 每天只需要换水你就能种好菜 我的芽苗菜我是把它种在厨房 这样随时随地可以取一点拿来做沙拉 这是一个芽苗菜的套装 有种子,支架,梅森瓶,托盘 一套是配齐的,非常的方便 今天是第一天 我们开始一起种芽苗菜吧 这个上面有一个盖子 它是带这种网盖的 首先就是把种子先倒在瓶子里 我都是混种,所以会倒好几个瓶种 首先就是先把种子这样洗干净 多洗两遍 我一般种芽苗菜都会种好几瓶 然后倒入55度的温水 温水不烫手就可以哈 我把种子泡4到8个小时 泡了4到8个小时以后就把里面的水倒掉 将瓶子倒置在支撑架上瓊干水分 然后要遮光哦 除了用瓶子种以外 我还会用家里的沥水篮也会种一点 事先泡种,泡4到8小时 右边这个是洗菜的篮子 把里面铺上纸巾 然后把那个泡好的种子放上去就可以了 纸巾一定要提前喷湿哦 然后把泡好的种子撒上去就可以了 均匀一点撒的 拖盘里面倒上水 再把这个篮子放在拖盘上 盖上一层纸巾 现在是第二天 我们来看一下芽苗菜 已经开始发芽了 非常的可爱 每一个都露出了小芽 后面种植就特别简单 天重复换水两次 早晚各一次 水需要淹没过种子 现在是第三天 苗菜已经长成这样啦 它的小芽更长了 真的是每天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每天都要换水哦 早晚各一次 用水清洗它就好了 现在来到第四天 是不是看起来变化特别大 种芽苗菜真的非常简单 只需要给它换水清洗 感觉很快就可以吃它了 银子里面的东西都比之前大了一倍 已经有点效果了 这个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种 大家可以储备一点种子在家里 现在是种芽苗菜第五天 现在已经长成了小森林的感觉 我已经开始有一点成就感了 看到它长得这么密 这玩意儿家里没蔬菜的时候 不就是万能的吗 我的芽苗菜基本上快收获了 这一瓶种子比较小也长得很密了 再来到了第六天 今天我要收获芽苗菜了 几乎到了已经可以吃的状态了 都还比较长 鸡也是以前的两倍了 这个种子小的长出来也好乖啊 种到最后你的芽苗菜会变成这样 这样这样 大家快在家里试试 左下角有链接